年仅17岁的中专生姜平 凭借卓越的数学才能 在2024年全球数学竞赛中 荣获第12名 江苏连水的中专女生姜平 在阿里巴巴数学竞赛当中脱颖而出 祝贺这位小姑娘 希望她能得到最好的发展机会 让才华结出果实 我看了看报道 按她自己现在的想法 头号兴趣也许不是在数学领域 而是在服装 服装跟数学应该是有明显的交叉区域的 不知道江苏在中专学的服装 对她进一步理解 几何的数学竞赛体 是不是特别有帮助 同时数学特别好 对服装设计反过来 也是应该有帮助的 对样式尺寸的感觉会比较敏锐 另外数学好 一般跟电脑好 是可以直接画等号的 江苏掌握3D建模 计算机辅助设计 CD这些应该也非常快的 她做服装设计应该非常好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前提条件还是说 这位年轻人要找一个 尽可能好的大学去练 能够去浙江大学 就不要去江苏大学 持续深造 才能够成为数学和服装设计 这个交叉领域的杰出人才 我会想象成科学家 阎宁和超模刘文的 某种形式的混合 江平的成长环境 在中国算不上最优越的了 农村孩子 而且不是富裕地区 那这样的孩子走得越远 他的故事越温暖人心 我看到有报道说 江平的故事 就像是中国版 现实版的心灵捕手 那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部美国电影 Good Will Hunting 当然是一个非常温暖人心的故事 这种故事呢 美国人也都爱看的 一千万美元的低成本 低预算 创造出的是 2.25亿美元的高票房 并且获得了9项奥斯卡提名 后来成为电影明星的 Matt Damon 他扮演的主角威尔 刚从监狱假释出来 才20岁 靠看门谋生 但是呢 他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看门 因此有机会被一位教授 发现他的数学天才 然后呢 一位哈佛别的姑娘爱上了他 几经周折以后呢 他的心理创伤得到了治疗 去加州 与在斯坦福练医学院的姑娘会合 威尔自己呢 虽然并没有练好的大学 但是呢 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环境当中呢 女友呢 是哈佛的本科 加上斯坦福的医学院 所以再说一遍啊 江平一定要记住 尽量练好的大学 一直练下去 有可能的话呢 到美国来练研究生啊 博士之类 不管是学数学 还是学服装 中国年轻人啊 包括在美国长大的华人 是以数学好出名的 这几乎成了华人在美国的一个刻板印象 我给大家看看 最近几年 美国数学奥林匹克代表队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大部分选手都是华人孩子 点缀着一两个印度裔 或者是白人孩子 教练呢 一般当然也都是华人老师 2023年的美国奥述代表队啊 实现了华人的大满贯 六位选手呢 全部是华人孩子 五金一银啊 总成绩呢 仅是排在中国之后 列世界第二 这么多年下来 其实呢 奥述就是这么个警官啊 在中国的中国人是世界第一 在美国的中国人呢 是世界第二 美国在女生的奥述赛当中呢 那就是高居世界第一了 远远超过中国 其中呢 绝大多数的选手 当然都是华人姑娘 2023年的女生代表队啊 有五个是华人小姑娘 再加上一位印度裔 其实每年也都差不多 华人孩子 统治着美国的数学竞赛 那比非裔 也就是黑人运动员 统治NBA篮球 还要厉害一些 慢慢呢 要接近白人 在美国总统当中的比例了 美国历史上的 46个总统当中啊 只有奥巴马 一位黑人 其他的45位 都是白人 对华人孩子 尤其华人男生来说啊 高中四联不是特别容易的 有人会说呢 是炼狱的感觉 青少年荷尔蒙分泌旺盛嘛 这个年纪喜欢酷 体育好 能打篮球 每次足球的 特别受欢迎 或者是说呢 演说能力特别强啊 显示领导能力的人 特别受欢迎 尤其是找到异性的朋友 相对容易一些 但这些啊 都不是华人孩子的特长 特别擅长的地方 不是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课堂上 找到避风港 尤其是数学课 不管校园生活 有多么纷乱 数学课 总是风暴当中的灯塔 华人孩子啊 从中可以找到方向感 和安全感 还有自豪感 从一般的观感来说呢 也是这样 华人数学啊 比一般的美国人 可能要好一些 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超市结账的时候 如果利用现金付账啊 美国人找零啊 都需要用计算器 或者是手指头 一包口香糖 1.5美元 你给他5美元钞票啊 他不太可能知道 要找给你3.5美元 一定要用到手指头 去算一算的 与之相对的传说呢 是华人孩子的数学书 都很干净 美国老师都知道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华人孩子做题啊 靠心算就够了 不需要写下来的 所以教材啊 教科书很干净 我最近还看到 一个更有趣的例子 特朗普在付给 色情电影明星 13万美元的 封口废案当中呢 被纽约地方法院 判定34项罪名 全部成立 大家看看 这位女记者 在纽约街头 报道的时候 她在镜头前的表现 我不明白哈 34项罪名 他一项项数下去还要看稿子 应该说呢 对数字的感觉不算特别好了 而且啊 数个数中间呢 还要卡壳 如果江苏小姑娘 江平上镜头 以她的数学能力啊 我相信呢 她不会频繁看稿子的 我看了看江平参加的 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的背景 2018年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 马云啊 跟一群世界级的数学家见面 其中包括呢 在美国做数学教授的张义堂 大家应该是相谈甚欢了 马云说呢 如果阿里巴巴可以为数学做一点事 他会倍感荣幸的 这次会面结束后的第二天 阿里巴巴就公布了 要组织全球数学竞赛的消息 刚刚当选中业院院士的张义堂 是数学界一则悲壮的传奇 博士毕业后 他怎么都找不到教职 接下来呢 我来讲讲数学家张义堂 他的故事啊 就是一个苦尽甘来 温暖人心的故事 张义堂从北大毕业以后呢 到美国普渡大学练博士 但是呢 跟博士生导师 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学术分歧 这位导师啊 拒绝给他写推荐信 1999年 张义堂才有机会进入 新罕部下大学当讲师 直到去年 他因为破解困扰全球精英 2000多年的 孪生指数猜想 一举成名 1990年代初冷战刚结束 那个时候呢 美国高校的 空缺的教授的职位 数学教授的职位很少 因为有一批 前苏联东欧国家来的移民 他们填补了这些位置 他们数学也都挺好的 张义堂当时很难找到工作 就是到大学教书 这种体面的工作 他呢 过了好多年 漂泊的生活 带着全部家当啊 在汽车里住过 在汽车旅馆干过零工 在快餐店呢 做过会计 直到1999年 才找到一份临时的教职 这份教职工资是不高的 他一直干了十几年 张义堂命运的改变啊 直到2013年 那一年的春天呢 他在 孪生素素猪猜想领域发表的论文 激起了数学界的强烈的反响 他由此获得教授的职位 学术地位呢 获得了高度的认可 而且呢 获得了美国授予的 杰出人才的 麦克阿瑟天才奖 成名后 金钱和荣耀接踵而来 但对张义堂来说 他感叹自己现在 反而失去安静做数学的事 我们基本上是最早 深入报道张义堂的媒体 我和我的同事两个人 在张义堂论文发表之后不久 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 张义堂呢 正在那儿讲学 那次经验啊 很有意思 我会将当时制作的一个人物专题片 放到这段视频的后边 欢迎大家收看 普林斯顿数学系呢 当然是美国最顶尖的数学系了 他们给张义堂举办了一次 叫做学术午餐报告会的活动 Clockium Lunch 这是普林斯顿数学系的传统 相当于一种非正式 但是非常特殊的荣耀 普林斯顿著名的老教授啊 叫约翰纳斯 他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呢 普林斯顿数学系 为他举办过类似的活动 另外一位教授啊 叫安德鲁怀尔斯 他1995年攻克了数学史上 著名的费马大定例 他证明了 那系里呢 也给他举办过同样的活动 破译孪生数数猜想的张义堂 也享受到了这个荣誉 我们都知道了 约翰纳斯是另外一部著名的电影 《美丽心灵》的主角 A Beautiful Mind 张义堂想把握时间 下一个想攻破的 是另一个数学史上的难题 黎曼猜想 我们应该也是第一个 给张义堂提供人生经验总结的媒体平台 当时呢 他已经58岁 跟太太结婚时间不算太长 还不能说已经安身立命 仍然在动荡当中 张义堂教授演绎的是一个特别温暖的 大气晚成的故事 他给我们用的是杜甫的诗句 女性贫身最萧瑟 慕莲师父洞将冠 来形容他当时的心境 他当时的境况 大家呢 在我们的片子里 可以看到他诵读的诗句 这应该是最早的出处了 张义堂教授呢 当然是数学天才 当时呢 他也抽烟 酒量惊人 数学以外呢 他对古典诗词 柏拉姆斯和共产主义运动史 特别感兴趣 Please allow me to use something a little more We use sigma 的 summation But it's still 张义堂的故事呢 当然可以跟心灵捕手 美丽心灵一样呢 拍成电影 名字呢 也可以跟心灵有关 我想呢 可以叫心灵素数 或者叫做心灵质数 数数呢 也就是质数了 英文叫prime number 就是呢 只能够被一和自己 整出的数字 这也是张义堂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后来啊 我还给国内很不错的南风窗杂子 写过一篇人物特写 讲述了张义堂的故事 叫做重生的数学奇才 这篇文章呢 当时影响还不错 张义堂的母校啊 北京大学也都转载过 这篇文章呢 还给了我一个小的荣誉 就是国内一个不错的高中啊 在高三语文的期末考试里头 用我的这篇文章 作为阅读理解测试题 一共呢 八道题 分数还挺多的 这对我呢 是一种特殊的鼓励了 显示我的中文写作 达到了高中生能够阅读的水平 好呀 接下来 那我们就播放 当时在普林斯顿拍摄的 张义堂的一个 小小的人物专题片 在我看来 普林斯顿的校园环境啊 其实比哈佛耶鲁都更好一些 非常神奇的地方 大家有机会啊 一定要去看一看 9月底的一个周三中午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三楼的公共活动室内 几十位师生出席了当天的学术午餐报告会 这是数学系的一个传统 老教授约翰纳什 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 另外一位教授安德鲁华尔斯 1995年功课数学史上著名的费马大定理以后 系里给他们主办过同样的活动 今天的主讲人是华裔数学家张艺棠 他这次在普林斯顿要参加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 张艺棠的学术头衔谈不上显赫 他只是新韩布什尔大学的普通讲师 但最近在数论领域取得的一次突破 让他成为学术明星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张寿武 是东道主 两人相识近三十年 就是数数 数数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 至少在我们那时候三四年级的学生就能够知道 所以他的定理跟陈锦润的定理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讲到明白 陈锦润真的是一加二 陈锦润同时也证明了二减一和二加一 陈锦润取得突破的数学难题 是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 张义堂面对的是另一个古老的命题 叫孪生素数猜想 他们是属于一个放愁里面的东西 就是这些数学的结果 很容易跟人讲得清楚 证明其实没那么容易 素数又叫质数 它们只能被一和自身整除 由二开始 三、五、七、十一 这么一路延续下去 如果某个素数前后 有差值为二的另一个素数 两者即构成孪生素数 如果一直列举下去 我们可以发现 其分布越来越稀疏 此时孪生素数猜想的核心命题为 孪生素数又无穷多对 不管多么稀疏 它们将一直存在下去 张义堂是在这里面 做出一个比较突破性的贡献 它证明有无穷多对 这样的素数 它们之间的差值有七千万 从七千万降到二 才能最终证明孪生素数猜想 差异依然巨大 可光明已经明确无误地 出现在黑暗隧道的尽头 张义堂的贡献 相当于将大海捞针的工作 变成水塘里捞针 他的成就已经可以跟陈景润相提并论 我觉得他的故事比 我想象的很多人 故事都要精彩 比陈景润要精彩 还比我们这个戏里有一个教授 叫John Nash 那时的故事拍成了电影 我想张义堂的故事比他们俩都要精彩 才是不可以复制的一个现象 他1955年出生 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 1985年取得硕士学位以后 来到美国普渡大学 攻读数学博士学位 他原本应该很顺利的学术道路 此时出现波折 张义堂与导师 来自台湾的代数专家 莫宗坚产生了分歧 张义堂最近取得突破以后 莫宗坚在普渡数学系的网页上 贴出了一篇文章 似乎用作对各种可能质询的书面回答 他对张义堂读博期间 立志攻克另一大数论难题 雅可比猜想 似乎持不同意见 莫宗坚还认为 开头的几个学期 自己像虎妈 没有给张义堂足够的空间自由成长 这个我能说的是 这篇文章我根本没看过 别人要给我看要转给我 我都说你们不要转给我 我没什么兴趣 1992年毕业以后的七年间 张义堂没有能够进入学术圈 他干过很多工作 但跟数学有关的很少 他不想做数学照样也可以一番事业 刚好是相反 因为他想要做数学 让我觉得很surprise 因为他没有做数学的条件在里面 直到1999年 他才谋得一份到新罕布什尔大学 教数学的工作 开始为编外讲师 几年以后才转正 但很难取得终生教职 我没后悔 如果当时有些选择 如果不行 你去改行学电脑 去弄金融什么的 那会有别的很多机会 我没有选择那样 现在我也并不后悔 我觉得我这样过来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他不开车 他也没自己房子 他想租房子住 他太太有 他在生活上面 在钱上面 从来不争 也从来没讲过 他争民 争钱 争权 都没有过 冯胜平是张义堂的好朋友 他从前做过金融投资生意 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 每年张义堂都要到冯胜平 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家 小住一两次 这样 这个反正放下来是个床 从他教书以来 他放假以后 当时他也没结婚 很长时间没结婚 放假的时候 他就是 纽约就基本上住胡平家 在坤森就在我这 来了就是看书 然后就聊一些事情 聊天 张义堂常看的书 并不都是数学 他的才华 一直没有被 很多人认识到 甚至有些跟他很近的朋友的人 他觉得他到处 就是在漂流 甚至在乘饭 对他 相当过分 或者说 给他脸色看都有过 张义堂与纽约的朋友胡平 交往已经二十多年 其实大家就是海阔天空 什么都谈 除了数学 他在数学方面造就非常好 一直在攻克一些很大很难的 这些这个间断的题目 但是毕竟隔行如隔山 所以对他的这个 在这方面到底有多高的造就 我们是就是简直是无从测量 这是我和他 把小女儿坐在这 96年胡平女儿出生的时候 张义堂负责开车接送 那以后呢 所以每逢我女儿过生日 张义堂就要寄一张200美元的支票来 我当然多次表示 希望他不用寄了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他经历上也不宽宜 他坚持要寄 有几次我就没有去兑现 还是250 你看01年的 他这种性格的这种淡薄 这种淡定 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 到2004年 他领着他的这个新婚的太太到我们家去 这样子我们终于找到一个理由 我们说以后你就不要再寄了吧 你有钱你还是多给你太太寄去吧 博士毕业以后 他辛苦了20年 期间从来没有放弃数学 他的研究一直在持续 一直在反复不断地在思考这个东西的话 有时候你会得到灵感的 去年7月份在Colorado一个朋友家里 才突然发现觉得 这个有一条思路应该能走通的 经过半年多的工作 他将论文 素数间的有界距离 提交到了权威学术刊物 数学年刊 我4月17号投出去的 5月8号 整整正好三个星期 他们就是已经审查完了 说这是对的 数学年刊的审稿时间 一般长达两年 张义堂的论文被接受之快 或许创造了一个记录 数学家亨利克·伊万尼茨和皮特·萨纳克 先后担任过数学年刊的编辑 这种功能是一个非常有益力的 作品 第一个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在同时很重的 所以人民会很惊喜 当上面取得了 第二部分的契现是 keeping重要的工程 从上方线上的一个项目 而是其他地方 他了解復手段的一种工程 可能像香港车车车轮时 他转到达到车车车和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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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非常不一样 除了数学和历史 他极少的几样爱好中 还包括听伯拉姆斯 读《唐诗诵词》 他可以找到合适的诗词 来表达此时的心境 《唐诗诵词》 好吧 我就说两句吧 我不想说他的出处 《唐诗语词》最萧瑟 《牧年师父冬奖冠》 就这两句可以吗 他历经坎坷取得的成就 对数学界的年轻人 肯定是一种不一般的激励 我觉得只要做数学就好 管他什么生活规定 我觉得肯定想在学术界继续工作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 你看他这个结果 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当然像他这样我可能也不介意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反正只要能做数学 对数学界以外的人来说 他们都愿意分享喜悦 而不在意具体的内容 问他本人能不能把你的论文发给我们看看 他就发来我们看看论文 当然第一行就念的不会念 那不要说以后的了 所以他能走到这一步呢 不是一个偶然 应该是这样的 用英文讲就是他 deserve it 不管孪生素数猜想 取得的突破多么轰动 我们也无法将它跟GDP之类的 使用价值连到一块 你可以问这些问题 关于任何其他科目的科学 我认为这些科目的科目 我认为这些科目的科目 也认为这些科目的科目 也认为科目的科目 因为科目的科目 通常是解决问题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 纯粹的科目 如果问题是用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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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义堂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待数论研究 非常非常 本来这些问题都非常简单 中学生都懂 出面一点的小学生都会懂的 但是它的解决 你要能够揭示它 你要确实就证明它 在逻辑上能够证明它 却又是那么困难 它的美感应该就是在这里头 张义堂未来的选择比较多 可能会有很多高校邀请他任教 不过他最喜欢爱因斯坦 工作过多年的普林斯顿 它这个环境太好了 太舒服也太安静了 做学问可能这里是最好的 这毕竟是爱因斯坦待过的地方 从2014年开始 张义堂将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他可以继续专注于纯理论研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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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